避雷針因为没有办法起作用 所以才会被雷打到 大楼屋顶墙角被雷击中 水泥块还掉在地面 这里是柯市府任内 第一个公办都根大龙新城 前阵子才刚补好一边墙角 另一边又同样情况 驻呼炮轰这避雷针高度 根本有问题 大龙新城当时课问着任内 斥资14亿才完工 但住户2020年入住后 房屋问题层出不穷 半夜风切声让住户吓得发毛 走进去他们家里面 情况更惨 家中墙壁已经长出臂癌 为了防漏水 窗户还修到千窗百孔 这个都根 其实我们当初我都很感谢他了 可是执行下来的结果 却是从失望到绝望 陈佩琪最近有在看 这个1.2亿的豪宅 把钱拿出来修缮 大龙新城 最让议员陈怡君气不过的是 入住起 屋况从没好过 市府当初也承诺会修到好 如今房屋过了4年保固期 250万元的修缮费 蒋市府认定是自办优化工程 要住户自行分摊 这个蒋万事长跟柯文哲 完全都是在欺负这些 善良的住户 简直就是欺软怕硬 你房子没有修缮好 让住户痛苦了4 5年 蒋市府这要求或许因为大龙新城 高达9成以上住户都持房屋所有权 才提出修缮公共区域 要管委会得付贪一半 也就是133万元 已经就25项都已经改善完成 对于新增设施的整体优化 我想这个部分相关费用 上述也会持续跟管委会来讨论 明明是新房子 却怎么修也修不好 住户想好好住在里面 真的好难 TVBS新闻李明辉李仲泽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